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3月15日有网友爆料在北京某菜市场偶遇了冯绍峰,这也是冯绍峰在接赵丽颖回家做月子之后的首次全身了。 当天冯绍峰是一个人出来的哦,身边连助力都没有的,并且这一次冯绍峰是亲自出来买菜,全球亲自上阵跳雪十下道,不得不说,冯绍峰果然是超级模范老公了,这照顾老婆孩子的镜头值得很多人学习哦。 冯绍峰打扮十分的低调,戴着口罩,看上去很是随意,完全没有偶像包袱了。 而从冯绍峰挑选的食材来看,主要就是有猪骨,猪手以及豆腐之类的,看来这是要给迎宝煲汤用的哦。 并且要知道冯绍峰买的这些都是专门给产妇用来催乳的,所以网友们发现了一个小秘密,也是猜测迎宝是亲自给宝宝喂母乳的,果然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妈妈了。 要知道迎宝在生产结束后,并没有去一个月十几万的月子中心,而是直接回家做月子了。 这一点就和很多人不一样了,所以迎宝是超级低气的了,也给冯绍峰点个大大的赞吧,希望这小夫妻能够早日分享孩子的状态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